19世紀法國巴黎歌劇院 戴著面具的神秘音樂家 愛上才華美貌的女高音 經典音樂劇歌劇魅影 邁入第34週年 作曲家特別親自彈奏鋼琴 送上祝福 受到疫情影響 全球藝文界各地演出停擺 像是太陽劇團面臨倒閉 紐約百老會員工面臨無薪假 倫敦女王陛下劇院停演 還有巴爾蒂摩交響樂團也停工 日前也傳出永久停演的歌劇魅影 主辦單位證實 原定11月的台北小劇團演出 確定會如期舉行 主辦單位表示 對台灣防疫有信心 團隊願意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來台進行隔離14天 讓音樂劇能夠順利在台灣演出 由於全球疫情還沒解出 亞洲巡演台灣站 有可能成為歌劇魅影最後一場演出 也讓劇迷更加期待 記者綜合報導